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摇音乐从开播一直播播播到这集是第一百集 大家如果是用Apple Podcast的话 往左下角看 你就会看到一个一百 天哪 要帮我们鼓掌一下 来到三位秀了 自己拍 自己拍 自己鼓掌 我会帮你把你的离心掌声放在里面 好 再帮你加一个众人的掌声 很棒很棒 我们就要帮自己鼓励一下 就是我们从2020年开播以来吧 现在到2022年 然后做了一百集 对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们一样很兴奋 其实感觉有达到一个小小里程碑的样子呢 应该是我们自己比较兴奋吧 哈哈哈 对 我是蛮兴奋的 我是觉得自己可以撑那么久很厉害 嗯 是 看到数字来到三位数就提醒自己一下 一个小小里程碑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呢 还是一样是有这个回顾的内容 嗯 这集我们要回顾的呢就是 大家很期待的来宾的访谈精华 都会在这集里面呢帮大家做一个整理 我们每个访谈来宾呢 其实都有非常特别的 呃 就是他们的学习历程啊 工作经验 还有很多这个职业上面的体物 呃 都是很精彩很精彩的一些故事 然后我们就一些比如说精具分享啊 还是内容回顾 提醒大家那些精彩的技术 也许你就可以再回头播一下这样子 或者你错过的话也可以去找来听 对啊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良悦这个平台 一开始的一个宗旨 就是要创造一个合作对话的机会有没有 所以就是为什么来宾讲的话很重要 然后我们就互相 就是互相地交流互相地学习 对啊 访谈真的是一个还满 满好交流跟就是对话的一个机会 对 好 那么大家准备好的话 我们就继续听下去了 然后恭喜聊音乐来到第100集 我们会聊音乐 然后聊着聊着 其实音乐背后就是他们的文化 而文化背后就是他们的历史宗教 价值观等等等等 我就会有常常会有这样子非常自发的 然后有自由的这种探讨 就也不会带着说judgment说 哎 哪种是对哪种是错认哪种好哪种坏 只是说哦 原来还有这样的可能性 哦 原来还有那样的可能性 就这样一种open的 非常open的这个心态 我觉得你讲的很棒耶 没有带judgment的探讨 我觉得这个议题好重要哦 现在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如何不带judgment 我们去了解他的needs 什么是视障学生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他们需要我们这些明眼人看到的这些东西吗 有时候他们不一定需要啊 他们也可以过得非常ok这样子 或者是欧洲这边现在这个topic是很多难民 就是不一样的文化 很多就是可能是穆斯林文化来的 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的人嘛 那我们如何不带judgment的来看这些 从其他文化来的人呢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在这边的话一开始 其实欧洲是一个非常保守的Christian 这个宗教的社会 那他们看到有人戴头巾 就会觉得好像不太习惯这样子 奇怪是干嘛对对对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样子这个 有input 有这样子immersed的环境上 成长这样的视野造就我们有非常不一样的 待人处事的方式 这个很重要 嗯是的是的 我现在这样聊起来会让我重新反思 因为我发现我还能想起来 就是在在这个过程中 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就好像是可能本来是有一个模式 然后那个模式现在就全部碎了 全部白白了 那然后就哇 就整个延展出去 延伸到很更广阔的天地 就那种一分心情我还能体验到 嗯对 然后现在就如果不是我们这样聊 会有时候我会我现在也会把它take for granted 就会说啊呀这就是这样子吗 就就好像哎对啊就是不需要任何judgment 对啊就是有很多不同可能性啊 就是有非常价值观和人 然后我们就是去了解和倾听 就增加理解 understanding就好 然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找到说 哎我们可以去连接的点是什么 我可以去一起去做一些什么 或者前进的方向 哦对我发现如果就我们今天这样聊 会让我想啊 其实我是经历了这么这么多年的这样一个过程 是的 哎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可能我现在是对 新的一个文化 就是我们我们所在的也是一个文化 我们是觉得啊我会把它更喜欢称作像一个 global citizen的一个 嗯嗯嗯嗯嗯嗯嗯 这样的一个文化和价值观 嗯嗯嗯嗯嗯嗯 所以你开始跟我说哎呀那个 夏宇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 或者作为一个华人 在其中的呃身份认后 我就嗯嗯嗯 很像我不太记得 我就觉得啊 对啊 就是global citizen 所以我比较有把握的事情 然后有些人会去 会愿意去试试看 可能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你就会去做 那你呢 你怎么 比如说我 可能临床已经做过这个族群 我做了一年 然后或者是我对这个理论 我有钻研了一年 这样子 所以我比较容易去那个 就是找那样子的工作 可是我发现 你的工作内容就是非常的多元 我相信 就是当我要跨出舒适圈去 结一个经验比较少的 我心里都会觉得紧张 对 会有一点压力 对 可是怎么样去克服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你不可能不成长 你不可能不去结束新的工作机会 你是怎么样去预备你自己这样子 有啊会啊会啊会啊 很常觉得我好像 好像没有帮助到 或者是没有 就没有自己没有很满意 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 对 但是每一次都会 对啊 可能每次都会好好去想 可能为什么或者是 可以怎么样再改善 就我甚至就是现在还是有 跟我諮商四个的每个月会聊一下 就当然还是会有很多不确定的一些想法或忧虑 就会跟他提看看 听起来好像是你会去面对你的不安啊 还是那种焦虑的部分 可是你可能知道他们在哪里 或他们长什么样子 然后你就是就前进了就去 对对对对 对就还是去了 面对的挑战这样子 继续 这样子蛮厉害的 所以你觉得看见自己的压力焦虑是重要一件事情吗 我觉得是耶 就是承认自己真的还 还是很多东西还要学习 然后还蛮 还是很脆弱 然后需要很多协助 然后这样子的感觉 让我好像有机会 别人伸出援手的时候就会更 好像真的很珍惜 然后也感谢 其实因为一路上其实也是有别人 或者是以前的朋友 请我去分享 就有些工作坊其实是那样子 来一个机会就好好把它 做好 就先不管这个到底 跟我之后有没有关联 把握当下的意思 先别想太多这样子 对对对 不是学术派 我感觉Mews therapy 好像都很善良的感觉 很善良 我Mews therapy的朋友 都很善良 很慈祥的感觉 对大家都好像都很包容 我自己这样觉得 我们在其他 可能大家就是 就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吧 有些人可能就是很屁孩 有些人可能就是比较爱理不理人的 然后比较杀这样子 但至少我Mews therapy的朋友 好像大部分 人都很有趣 也不是很有趣 也可以说很有趣 但总之他们都很有善 对呀 我觉得他们都 然后有些 我有几个Mews therapy的朋友 他说他们真的是唱歌唱得超级好 我觉得也是蛮厉害 好 我来通诊一下 刚刚Michael讲的好了 从唱歌开始 就是以前在 因为这条学校的时候 大家要唱歌 那其实这就是 训练你的那个 clinical intervention skill 就是你在做session的时候 其实唱歌常常是一种tool 然后来传递 很直接传递 你的 你跟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然后除了唱歌技巧之外 Michael有提到弹吉他 我觉得我们聊音乐频道 应该说过蛮多次的 因为治疗的乐器是什么 那吉他他就是一个很poreable 就是他很容易就可以拿着走 然后在哪里都可以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 吉他那么重要 因为有时候你走到一个医院啊 或走到养老院啊 他们不是所有时候都有钢琴 那其实吉他呢 他就是一个很轻便简易的乐器 可以让你跟这个个案做互动 然后也可以很直接的呢 让个案弹吉他 或是让个案呢 来觉察这个吉他的振动 这是第一个 就是clinical的那个intervention部分 Michael提到 然后呢 他还有提到就是说 music therapy的学生呢 常常要写很多paper 然后做这些文学课的这些事情 那这是跟其他音乐系的学生 也很不一样的地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也一直很强调啊 music therapy 它是一个非常scientific based的一个practice 就是它是透过这个实证的方式呢 来做介入 然后是一个实证的医学 这就是为什么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要念音乐治疗的话呢 就是要准备一下 念一下那个paper 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会知道说 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根据的 我们做的这个歌唱介入 我们做的这个写作 我们做的这个极星演奏 这是后面的这个paper在支持的 虽然说你表面看起来好像 哦因为志老师来了 哈哈嘻嘻哈哈很开心这样子 跟各样唱歌啊 跟各样互动这样子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的介入背后 都是有很多的paper 上面组成起来的 比如说这个活动 我就可以拿出两三个paper 说我做这个活动 后面的这个理论 支持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活动 那在国外 美国德国或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的医生们 其他国家的医院 他们做过了哪些的研究 来支持我做这项活动 这就是为什么 当初在做音乐治疗 教育训练的时候 可以做研究的能力这么重要 嗯 然后呢 Michael还有讲到第三点 你刚刚有讲到 你觉得音乐治疗学生看起来 都很慈祥很善良 没有错 我觉得这点 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外面的人 是这样子来看我们的 就是 就是其他乐器 善良人 善良人 但是我觉得 我不会就用善良这个字 来涵盖音乐治疗师做事情 这样子讲好了 因为我们 我们的 user 就是用音乐治疗服务的 这个client 我们的client 常常是 比较需要 在社会上 比较需要帮助的人 比如说 弱势的家庭 然后 比如说 比较需要帮助的 老人 反正 就是这个社会上 比较需要帮助的 这个population嘛 所以我会说 在训练的过程里面呢 有被训练到 要用不一样的视角 来看到 不一样每个人的diversity 还有他们 可以贡献的专场 纯路就还蛮开心 就是感觉到满足这样 在学习的时候 就有很多很多的好奇心 可以被满足 对 所以它就是完全是 我们以前在 从小时候到台湾 念完大学 学习的模式以外 很不一样的东西 是 真的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每天都很兴奋 对 我觉得这种体验的课程 或让你经历不一样的 经历的时候 你好像整个人的 那个状态啊 还有就是 就是 Energetic起来 嗯 对对对 没错 对 哇 那听起来在英国学习是 应该说 学校的program设计 很合你的胃口 这样子 好像是 对 我觉得它 我后来在工作的时候 嗯 哦 因为雨昕你刚刚问说 有没有什么挫折 其实我觉得 一直以来都有不停的挫折 是因为 我被台湾的教育 训练的非常的结构化 非常的目标倒下 就加上古典的音乐吧 那我又偏偏 对对对 然后我又偏偏不小心学了 去选了一个很不结构化的program 照理说 照理说我应该要去选美国的学校 风格或有些approach 它是非常结构的 给你很多的instruction 对 可是英国就真的不是 然后 所以我觉得光是选了这个地方 就是我人生最大的挑战了 所以为什么我要去选一个 打破我惯性的东西 那你应该很多就是 我是谁我在哪里 为什么我在这里 对对对 连一开始就是会问一些很具体的东西 但你也会得到很抽象的答案 比如说你就会问老师说 这个学期的书要念哪几本 然后就说 老师这样拿几本翻一翻 就正在里面前翻一翻说 都可以啊 看你想看哪一个都可以啊 我想说what 那他怎么翻 他就这样随便翻 就是一副真的就是都可以 我不懂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那因为你们应该没有很多的reading的话 这样要怎么写报告啊 有reading就是他们会 印那个一些article给我们 就他不会让你去买整本的弗洛伊德 或是整本的弗洛伊德 可是比如说弗洛伊德这一篇 加上弗洛伊德那一篇 很重要是我们这学校要学 他会 可是你自己平常去找东西看的时候 他真的是完全没有限制 对他可能真的不想要 以他的任何就是也许主观啊 或者说其他的意见去影响到你 对所以这个对刚毕业的台湾学生来讲 真的很难 哦真的真的真的 没错没错 天哪我好没有安全感 想说大家是不是一直在看书 只有我没有看书 因为我不知道要看什么啊 没错这就是亚洲学生的信贷 对然后那时候比如说早上去 然后大家同学要闲聊的时候 同学就说我昨天看了这个什么 我觉得很有趣 我想说什么很有趣 我觉得看起来很难耶 基本上我的观察是 他们真的主动性比较高 对 应该也不是说真的是因为主动 是因为他真的可以被他的环境 给启发一些事情 对啊 然后他就会去探寻 或者他就会去做一些行动 然后或者多一点去了解 我们就是比较尝试被交代 要做什么事情才会去做这样子 这个我觉得是我额外学习到的东西 真的真的真的这个环境有有这样子的差别 除了学习以外也要实习了吧 就是在你们是第几年实习啊 我们一直都是一边上课一边做实习相关的事情 哇这样子其实压力算有点大的 对就是对我们很习惯结构化的学生来讲 一开始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又觉得这样很棒 因为你提早有提早有体验啊 我们除了我们四个学期嘛 所以除了第一个学期 我们从第二个学期 就是第一年的下学期 就开始做婴儿观察 那是我们所谓的第一个实习 嗯是是是 然后那就是很快的可以跟理论结合啊 对 读的时候我们就马上现场可以看一下这样子 对 那所以之后在婴儿观察之后 接下来的实习机构是自己再去挑选的吗 就是我对什么样族群特别有兴趣 之类的 好像我记得是学校每学期 大家会有没合 或是 对有没合 然后我不知道他们是random的分给你说这个名单里面这几间你可以打去问问看 还是他们就是规定你就是你就是这学期就是这个领域 我有点忘记 诶我想起来了 对它应该也是一个大范围说在毕业前主要的几个领域你要跑完 那这几个list你就自己去打 然后比如说到了第三第二年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就会去想说 我上学期已经实习完二童了 所以这学期我要找的是成人还是什么的 对 哦这样蛮不错的耶 哇我觉得 哎真的是 哎怎么说 就比较成熟program就可以 可以有这样子的内容 真的是很棒 没有啊像我以前我其实没有那么 没有我觉得没有那么好的环境 就是要看一下你喜欢的 然后有没有缺 然后你还要考虑你的交通 然后对 可是有就已经觉得是很不错了 就是那些点都是会收学生的 只是你当然这些条件排除一下 你可能选择没有到很多 可是可以实习然后足够时间我都觉得很幸运了 这样子 嗯 因为比起台湾的学生 像我觉得台湾的音乐教育 因为最卡的应该就是在实际的临床实习室 哦真的啊 很难啊 对啊因为 哎也也没有那么多全职音乐教育的点吧 都跑来跑去 对耶 是我觉得这是发展阶段不太一样 所以觉得你那个觉得听起来很棒 还不错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时候 这个成熟的program才让我想到 哦难怪我们那时候英国学校 他都规定25岁以上 以及要有工作经验才可以来申请 嗯 嗯 对啊 成熟program那个要求应该越多吧 可是他可以给你的东西也越完整 哦我觉得他的给的方式真的是 会不会完整真的是靠你自己耶 嗯 嗯这个也是 对他觉得他没有义务要帮你完整 嗯这倒是这倒是 好的所以他就是给你们 不过在实习部分我觉得他是 这个我看起来是很不错啦 他已经帮你挑好 呃有这些地方然后你就可以去安排 嗯不同族群的这个实习事件 那所以老师你去了哪一些地方啊 嗯我那时候在因为我们学校在剑桥 然后我那时候在剑桥的一间特殊学校实习过 所以那边的族群就是跟特殊儿童工作 嗯嗯然后后来在那个呃一个精神病房的日间病房 跟老年人工作 哦OK 对还有在另外一个unit他们都叫unit 嗯呃在一个unit做成年人的那个学习障碍 lending disability 哦对 哇那个单位感觉很大耶 就是 对啊我觉得那个 他收的范围很广 就是他可以这样子分 然后就是特殊族群在当地有这些机构可以去 我到现在都很羡慕那些特殊族群 对 因为他们真的也是不一样对不对 你真的是需要不同 不管是专业也好 还是那个环境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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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这样子 对啊就是以一个像比如说我当时成年人 那个lending disability时期的对象 他是一个成年的堂氏症 嗯 可是他对我来说 他就不像是一个住在机构里面的人 因为那个机构他不是住 他不是日间 他是他有点像是他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作息 哦 所以他会跟我说他礼拜几到礼拜几的时候在超市 对 打工 然后他还有自己的那个打鼓的乐团 嗯 一定是for那个特别特别人士的 可是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休闲娱乐 然后他就说那我就是安排一个礼拜来这边做一次音乐治疗 哦 他可以schedule他自己的生活 可是他住在里面还是你们那个就是一个空间是可以让他们来做音乐治疗的 它是一个空间 有点像是诊所啊医院啊就一个礼拜来一次 对对对 是啊因为其实真的是他们虽然大家是不同样的简单来说就是不同样的障碍或者说不同样的能力level好了 可是也是因为不同的自理能力照顾自己照顾的能力 他们可以有不同样的生活方式是最适合他们的 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对啊他其实是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工作 然后他可以去享受这样子的生活 然后他需要再来这个地方接受他需要的治疗跟帮助 那这样子对啊 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最棒的 嗯简单来说就是人生啊或生活 对啊就是他的自主权都还是很高的 真的真的 可是我们就好像应该说在 也是可能看整个国家社会的成熟度吧 可不可以去做这么多细微上面的设计跟调整 就是为可能还没有 为这些特殊人士这样 对啊我觉得听起来其实真的是很有很有人性 很有人性 然后你你让我也想到说 诶那这样子在那边用音乐治疗去跟这些人工作 很快可以很快的去认同音乐治疗的价值 哦怎么说 你是说在 老师你可以多说一点 因为在台湾在台湾 就是你刚刚讲到说念完回来的那个职业发展 真的是我们都意想不到的 我当时一定也是这样子啊 嗯嗯嗯 那现在借由跟你的聊天 是 我就去回顾那个时候的实习 当然实习跟假设我当时继续留在那边做音乐治疗 一定还是会不一样 但我就是好 我就是没有那个机缘留在那边 所以我只能以实习的经验 跟回来台湾的经验做比较嘛 嗯 那台湾的音乐治疗做起来就是 因为它并没有政府补助啊 所以治疗这件事情 它还是一个费用 还是一个负担 对 对 那在英国的话 它几乎好像 比如说以我当时实习的对象而言 它们全部都是不需要负担额外的费用的 对 它们都是国家 国家补助 那 嗯 以 我如果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成人糖事证来讲 在台湾就会看说 嗯 以衡量各方面条件来讲 成人糖事证不需要 那个 要不要去做一次音乐治疗吧 对 但是在那边 它们就会没有那么 如果要武断的去断定说需要或是不需要 嗯 它想要 那我们就帮它申请 那它来了以后 我们很快 因为它整个开始到整个进行都是很轻松的 没有那么严谨 或者说我们也没有说 因为有费用的压力 所以我们要很快达到什么目标 对 没有这个东西啊 嗯 所以 嗯 加上我们当时的学派来讲 我觉得我在跟独岛讨论 我跟这个成年的糖事证工作的时候 我是在他的音乐治疗 在他的生活里面 可以是深化他的心智 嗯 就是说如果今天没有音乐治疗 或者说他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心理治疗 那他就 他的生活就是一样很简单跟很愉快 那是因为糖事证 他们的智力的发展是有限的嘛 对 对 可是我们在做音乐治疗的过程中 可能有非常多的呃 情绪上面的转移跟反转移 嗯 我们那时候甚至会去讨论到说 诶 其实虽然他的心智看起来 发展上面是有限制的 也许他的智力只有呃 国小或者是国中 可是我们又从我们在互动的过程中感受到 他其实对于我的角色 或者说女性的角色 他有一些情感上面的发酵 是 就代表这部分 他在心智上其实是很成年人的 对是啊 还是有这些需求的 对那我们那个时候 还是可以去透过这个去帮助他去讨论说 诶我有感觉到你刚刚好像对我有一些兴趣 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可以带着这个想法去思考 自己刚刚到底心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是 他就是往自己心智很深的地方去走 这真的是很少被提起跟讨论的一个一个面向诶 说实话 我们的招呼其实还是 大家还是看啊 那他他可以健健康康活着 真的 对啊 他的能力要变好 对啊 然后可以不要浪费太多社会自由 对对对 又好 可是在英国我觉得当时在做这些 好像变成是我们真的是可以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对真的 对 因为真的有太多的 因为我们就是不同的人 然后很多他们的议题 或者说需要支持地方 是我们看不到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子跟他工作 或者深入去了解这样的族群 诶唐诗证也不是说 只有小朋友唐诗证啊 成年人就像你刚刚说成年人 或甚至在后来主家庭的唐诗证 成年人 然后或者老年人 他们都他们很特别很特别 基本上就是说被被被忽视的地方这样子 对啊 就是他们也需要有一个管道去看到自己的内在 对是这样子没错 一个族群里面其实就还是有非常非常多元 多元的面向就是了 哇老师你真的很厉害可以 应该是说你的实习单位也真的很棒 可以让你看到这么特别的一面 就是 对 我觉得我的实习我都还蛮喜欢的 也学了很多的感觉 对 真的是太为你庆幸了 感谢你 杰林老师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真的很好 你可以再多说一点关于治疗师的弹性这件事情吗 治疗师的弹性 我觉得刚开始满腔热血回来的时候会有说 我想要的音乐治疗是怎么样 那可能台湾的环境会让音乐治疗师变得很有弹性 嗯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我的读导给我的 给我的帮助很大 我回来以后还是持续有在跟以前英国老师做读导 嗯嗯嗯 对 然后嗯他就会 因为他在远端然后他的视野又很客观 对 然后我觉得有点像是我自己去适应外在的东西 但是他去帮助我调整内在的东西 嗯 对 所以关于那个有限跟比如说我只能用多少的资讯去做这个东西 是我我觉得跟督导的讨论而得到的收获 对 所以就是弹性就是不用太坚持去做说我这个治疗我一定要怎么做 对 可是你又要找到另外一个方法 不然其实你不知道怎么做啊 因为你其实最想要的是一个可以解讨 对我来说啦 如果以自己的立场来说 我原本的方式行不同 就是我觉得哦我就是这样做的方式行不同 可不可以有人告诉我我另外一个方法 或者说我找到另外一个方法 对就是要自己去找到另外一个方法 对啊那可是现在就是没有 那我是不是只能按照我一开始的做法呢 或者是说会不会是我试不够多次 就是我坚持不够 就这样子中间是要这要怎么去平衡呢 哦我好像懂你说的那个状态耶 这就又很心理动力在帮助我的东西 对就是没有办法前进也没有办法后退的时候 我们以前老师常常会跟我们说 那你就停在那边感受那个卡住的感觉 当你看到那个卡住的感觉的时候 你的个案也会看到搞不好 你的个案会帮你找路 哎有时候还真的是这样子耶 这个太玄了 我就会觉得说啊我这个个案又要来了 然后就会觉得说怎么办 又要跟上礼拜上上礼拜一样 这样我好难跟这样交代哦 好紧张好焦虑哦这样子 可是就是会当我觉得说好吧 没关系他今天就不想要变 那就不要变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会在今天这堂课变给你看 可能他就声音突然出来了 或是他今天突然玩一个他从来不碰的乐器这样 这个跟感觉你卡的这个有什么关系 你去感觉你的卡 就是说我们去接受我们的卡 对 那你让自己先放松 以后我觉得他们会感觉到我们给了他这个space 他有了这个space他才会自己去找出路 我觉得这就很像是亲子关系 他们常说亲子关系真的是很感受的东西 就是家长不要焦虑 小孩子一定都感受得到 家长焦虑小朋友一定也都感受得到 家长放松小朋友就会自然的放松 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耶 真的太玄了 可是我可以体验得到一些 就是我觉得也不是说我真的体验到 是真的在临床上就是会遇到这样子的 就治疗师本身呢 对于自己的工作 从你觉得你做得很棒 到你觉得你很卡 到你开始怀疑自己 到底在干嘛 然后到 诶 怎么有点改变 然后你开始尝试 然后或者是说你又选择你过去的舒适圈 就是各种这样子的历程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挑战 说实话就是职业上很挑战你 但这就是你常常用那个字啊 你很喜欢说flow 它真的不管是在你的人生里面 还是在这个疗程 它就是一个flow 我们只能跟着这个flow啊 跟着flow这件事情讲得起来简单 你要做到这件事情 我其实很常提醒我自己 就是go with the flow 我喜欢 我也想要 可是我觉得我要做起来 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就是 其实做经验治疗 或者说做治疗师 它也是一个自我修炼 也是一直很希望可以在正规的硕士班 或者是大学部和开慢慢开始 那开课啊 有这个组这样子 我觉得要 要创一个新的组 或者是真的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我跟西敏老师已经努力很久 然后我们这一年有一个进展 就是我们大学部开了音乐治疗的学分学程 就是15个学分 让学生可以选修 等于是他们的第二专场这样子 我是觉得开不开得起来 可能跟市场的职缺够不够多 也是很有关系 因为学生毕业一定要找得到工作嘛 然后找得到工作才能真的 开始有这样真正的一些产值啊 或者是帮助到需要的人 所以可能在这个衔接这个链上面 就大家也都还在一起一起努力当中 这样子 这个我会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是很想 就是各种努力 例如说我们前几年有想要就是说 努力的去看看跟卫福部这边去争取 之前我们是争取工作权嘛 那现在当然就是希望就是说 看能不能有一些法规 就是例如说像心理师这样子 有心理师法或是什么法这样子 那我们再推 因为我们想说如果有这个立法的话 那假设音乐治疗师 那以后音乐治疗师就可以在医院工作啦 那医院可能就可以有这个项目 那如果所有的医院都有这个治疗项目的话 那那个需要的音乐治疗师人数就是非常的多 好所以我们会想说这是一个我们长期 不管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我们要努力的目标 那我们去跟卫福部讨论的时候 卫福部其实他们第一个就是 那你们在大学有没有细所 卫福部他觉得说一个专业就是教考训用都要 那第一个就是教啊 教学你有细所吗 然后如果细所训练人出来以后 他们会有国家考试 好你就会有国考 国考过了你就会有证照嘛 好国家的证照 那证照之后你你在职训练啊 然后还有那个工会啊 要去规范啊 一些专业伦理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这样子 所以卫福部的考量是这个教考训用要一起 那教就是最基础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去争取立法的话 我们得要有细所 然后得要把这些资料都呈给卫福部这样 然后细所开什么课啊 这些课专不专业啊 什么的这样子 所以其实人才培训这一块还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依靠 就是全部都是去国外读书再回来 我们一定是自己台湾要有可以培训人才才有可能去争取这个立法 整体都是蛮困难 但是就是缓步向前这样 费了洪荒之力就进一步这样子 各个方面的推广啊 更云啊 真的是 哇 怎么说 相当的尊敬您 尊敬您 您这个字都 这应该是说 除了音乐资料以外 也没有别的专场 然后我想要讲的是 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功劳 像张乃文老师啊 林芳兰老师啊 就是也蛮多前辈啊 像我们这位林芳兰老师啊 然后彭玉祥老师啊 就是其实还蛮多人一起努力啦 还有一个就是 这是我们的老师叫做张初岁老师 我不知道你们听 有没有听过他 台湾的音乐治疗师 我20岁的时候 他已经可能有60岁吧 就是他是很早到美国 取得音乐治疗师执照 然后他其实 他的音乐治疗的生涯 大部分都是在美国 到了他退休的时候 因为他先生被台湾 就是聘回来当讲座教授 所以他是跟着他先生回来 但是因为他的家人 还有一些老朋友 也还在台湾 所以他就在台湾开始 推音乐治疗 所以他在台湾 推音乐治疗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是 五六十岁的年纪的 所以真的是像我们的祖母一样 所以他是影响我们 所以在我们刚回来的时候 张老师就像母鸡 带着我们这些小鸡 这样往前 有点算是张初岁老师 在台湾算是 你可以真的看见一个 音乐治疗师长什么样子 再加上不同样的科系啊 还是课程啊 可能又稍微都会听到一些音乐治疗 这样子的关键字 然后有兴趣的同学 就例如嘉惠老师你 就会开始对这样子的事情 非常有兴趣 然后想要投入这样子 一批又一批的音乐治疗师 然后慢慢到现在这样子 就是现在这个是我拼图或拼凑的故事 老师 不过老师 你觉得在1995那个时候 你们 我不晓得总共有几个音乐治疗师 看这样发展一路到现在 你有什么感受吗 我坦白讲 我真的觉得蛮辛苦的 徐奇评 有大概有将近差不多十个 那我们在1996年成立协会 应该是在成立协会前 前半年吧 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这一批音乐治疗师 跟一个好像中华民国特殊 什么才艺协会有合作 当年就邀请Robbins Dr.Robbins 就是Carol跟Clive Robbins 他们夫妻来台湾 办了一个五天的工作坊 所以那个算是一个蛮大的event 我觉得啦 那时候我们就 大家都是投入在那个 协助那个工作坊 那因为那个Robbins 他们也是很温暖 然后就是很体系厚进 然后给我们很多鼓励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是 就是大家都是热血吧 就是投入 然后就成立协会 然后就一直 但是因为我们的协会 坦白讲我们 我觉得音乐的训练 其实对于行政方面 我们真的就比较没有这部分的训练 所以真的就是做中学 对 所以我觉得很辛苦 而且人少 然后资源少 所以真的就是 就是好地有赶赶赶紧 当年就是这都是自己人 然后就是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这样子 然后就是所有的杂事 就是这样做 其实呢 到现在也差不多还是这样 只是我们现在可以有 有一个秘书或是什么 就稍微好一点这样 可是老师 你这样回头看 或者看现在的这种成长 也是感到 算是欣慰吧 就是 哇 台湾现在 算一算应该 有上百个音乐治疗师了吧 就可能有 就是有一些可能 没有不在我们协会里面 但是确实是有 还有就是 我觉得现在正在念音乐 音乐治疗的人也很多 这个比例也是很高 从超级十几个 到现在已经上百个了 对 还有就是例如说 有时候我们会去 办一些讲座的话 我觉得 一般大众对音乐治疗 普遍的理解 也都 认识都比较多 我们 可能大家要 专业之间 就是多一点 沟通 以音乐治疗的脑袋来看是其音乐治疗 与音乐教育的差别 对啊 所以当然就是在培训的过程 有很大的不一样嘛 当然就是多设了一些 比如说心理学啊 解剖学啊 或是很注重不一样的音乐极星能力 之类的 在整个你培训的过程 其实在音乐治疗要学的科目上面呢 就跟音乐教育很不一样 所以他这样子 因为这样整体的不一样的核心能力 所以也会影响到大家执行 治疗的时候的一个样貌跟效果 对啊 对 然后再来就是音乐治疗师的职业场地 音乐治疗师可能会在医院 然后可能会在养老院 所以他就是更多的就是medicine base 更多的就是在医疗场域 然后呢 执行不一样的介入 那其实音乐治疗师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团队合作的这个能力 因为其实啊 我们常常就是整个治疗团队的一环 就是我们的团队里面可能包含医生 心理师 职能治疗 物理治疗之类的其他专业人员 所以音乐治疗师呢 其实是这整个大的 全全大的团队里面的一环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要知道其他专业人员的语言 然后还有团队的沟通能力 这就是非常重要 而且这个对于音乐治疗师 在医疗领域里面工作又特别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医疗领域的人呢 大家都是 最多的可能就是医生啊 护士 那他们看到的很多就是病理性的一个方向 这个器官 这个解剖 这个神经啊之类 需要从这上面的提供的帮助 那音乐治疗师呢 看到了又是另外一个面向 如何从这个更全方位的照顾 然后在一个医疗团的里面提供服务 所以这就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就是做治疗的时候 设立目标的方向也很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写治疗目标的话 我们可能会写说 这是心理上面的 我们希望呢 跟这个儿童或是这个 这个长辈建立关系 或是肢体上面的 我们希望呢 这个中风的这个长辈呢 可以达到怎么样的功能 就是中风的长辈能开启瓶罐 可以解开扣子之类的 生活上的一个功能 或是呢 这个厌食症的青少年 我们希望呢 他可以解除心理上面的这些负担 或是呢 一个忧郁症的一个成年人呢 我们希望呢 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自我价值 所以这个在建立 整个治疗的session plan 治疗的大纲 还有目标上面 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 你们听起来真的是 从初始设定到整个过程 到结果导向都是 比较是着重在医学上面的 对 所以我想这应该就是 音乐治疗跟音乐教育 最大的一个差别 那旅观老师 你有关于艺术治疗的工作 你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如果是我刚刚接续着讲啊 就是我讲一个重点是希望他们real嘛 所以像我 你刚刚有问我 就是我用正念或聚焦的方式 其实也是一种技巧 就是因为正念我们 不知道你有没有学过正念 就是正念很重要 我们都会说在当下 就是希望他可以就是跟自己在一起 或者是关照自己 对 我觉得这种的练习啊 这种的活动的 不管是其中一个part 或者是说你在创作的时候就希望他可以很专注在当下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帮助这个作品 就像我讲的他 因为存在艺术治疗 其实他有一本书叫以画为镜 就是说希望画作像镜子 你希望这幅画作像镜子一样 真的有照到自己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就需要这样子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正念就还蛮有帮助的 所以我在跟长辈们工作 我也是蛮常会用类似这样子的引导 比如说我拿一张图画纸跟蜡笔出来好了 说阿公阿嬷你们自由创作 做你自己 其实很难啊 就是你讲这样子 他们根本做不到 他们只会觉得压力很大 是什么意思 对啊 所以就希望他们先安顿 就是可能我会用一些音乐啊 或者音乐治疗 音乐或者是用一些方式呼吸啊 或者是请他们不急着画 就是把玩手上的蜡笔 或者是你就看看你的感知 各种方式 对方式让他们来回到 现在这个时刻 此时刻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你如果没有办法自在 比如说你在 你在大家面前画画 你一定跟你自己在房间画画 你一定不太一样 你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画画是自在的 你就才知道怎么去希望你的对象 也可以感觉到这是自在的 而不是好像 好像在 因为很多人如果在看着你画画 或者你知道这个作业会被打分数 你那个那个心情一定是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希望安顿他们再去为了自己而创作这样子 我觉得我很喜欢你这样细节的分享 这样真的很real 对说实话就是很real 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我很喜欢告诉我自己的 你只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就好了 然后你就这样相信这个过程 就会带你要去到你要去的地方 对就是在这个当下 你知道然后 呃你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同 就是你自己就是那个见证者这样子 我就觉得啊对啊 就是如果我每次做工作 或每次在做我的临床 我这个这些moment都很扎实 都很掌握的话 我说掌握并不是说哦 我别人要预期别人在我的期待中 不是是我感觉 掌控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你你懂懂我啦 我懂你吗 因为我觉得 薄乐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 因为你因为我你这样讲 我会有点心虚心虚 为什么 你干嘛心虚啊 好像我好像我很厉害 没有啊 我没有说你很厉害啊 也是啊 你完全没说这几个字 完全没有说这几个字 不是不是因为你讲那个moment moment 对啊 你讲那个moment很神圣这样子 对就哦很棒 我讲得很神圣 就这个moment很重要 就是这个moment这样 是啊 可是我并不觉得一定要很厉害 才能让那些moment产生 你知道我意思吗 嗯我知道 只要你追求 你只要你愿意 呃 或者说你把这个 放在优先的位置 嗯 就是你追求真实 你追求当下 那我觉得 绝对会有重的那一刻 嗯 啊有些人并不一定啊 有些人可能是在追求 某种我要达到的结果 就比如说 呃 他今天就要告诉我 三种颜色的名字 嗯 就是一直在focus在这件事情 嗯 就是很 这种目标导向的 嗯 和结果导向的 嗯 所以你就可能就不会pay attention在 刚刚我们讲的 嗯 你没办法跟着他在当下 对 嗯 嗯 对 对 对 然后 那些moment就不会产生 是 我觉得是 是你的 意图的问题 嗯 对 就是你自己 有没有认同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哲学 或一个生活态度吧 对 但我 但我 我懂这个 比如说 你的治疗操 对 我懂你的感觉 因为我其实也不会百分之 就我不会时时刻刻都这么做 我也不是这么厉害 或很老鸟到这样子 就是 也是会有很多时候会像你说的 我会 对我的 掌控感 或有一些焦虑 都也会有 呃 成兴的这个治疗理论发展 还有他们注重的观念是什么 他其实是在讲一个观念是 我们透过练习 更能够往自己做更好的内在觉察 因为他相信我们唯有觉察到自己的状态 我们才有可能有改变的可能 我们不可能要求环境改变 要求别人改变 我们当然是从内在 从自我了解 自我觉察开始 然后去感受看看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这样子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期待是我们能够透过 静下来然后去感受不管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想法 然后不做过多的批判 然后就是让他很自然的能够浮现 然后自己透过这样子的感觉 跟觉察之后就可能会知道说 我在某些可能故作的行为或是问题行为上 我其实期待怎么样的处理 或是我根本没有想要处理 但是我却有一个焦虑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其实我一开始学这个是为了我自己而学 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好像很难去感受到我自己身体上的感觉 然后我就 有人就介绍我这个课 然后我就去学 学了之后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然后我应用在实物上也发现 其实很多人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 好好的静下来 听听自己内在的声音 或是当我们有静下来的时间 我们会觉得很恐慌 我们听到这些声音会觉得很恐慌 我们会想要 透过外在填满自己这些时间 不然我就会听到 我其实很孤单 我其实很焦虑 对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我觉得学了诚心之后 也让我更能够好好的陪伴自己 不是好像说学了这个 我就会让这些不舒服的感觉消失 反而你会更 算更敏感吗 你会更知道说 其实我现在胃有点骚动 我是不是又在紧张了 或是我觉得 我常常会觉得我的下额 有点紧紧的 我觉得我好像 也是一个紧张的反应 这都是我好像在学习成心 练习成心之后 更能够发现自己的一些情绪 那我能够做的就是 在这些情绪出现的时候 我怎么样用更适当的方式去应对他 用更适当的方式去陪伴他 遇到的比较多了 可能重度 其重度多胀可能就是我到新竹之后会比较多 在医院的话个案的 我觉得比较妙的就是 以前如果有致病症诊断 大家就是会跑医院这样子 那可是其他 比如说 因为基因的疾病啊 还是因为 各种其他 这样子说 对 罕见疾病啊之类的 也是会有各种障碍这样 那他们反倒 他们会接触到因为治疗的机会比较少 就是不会被转戒过去 但是他们就很聚集在做 知能复制你的语言 因为 毕竟大家在 想法里面的直觉反应或者 是转戒上面 我觉得 因为对音乐治疗的不够了解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 直觉上就是 呃 职能 互理 语言之类的 那或者是心理治疗 对对对 那因为对他们来讲 对音乐治疗 当时候的了解不下来 所以稍微会比较透彻一点 他们可能对于音乐的停留 是比较虚无缥缈的阶段 然后而且在那时候 他们可能有些人会误以为音乐的学习 所以 对啦 对他会觉得说 他们不需要学音乐 现在不需要学音乐 可是我一直感觉到 其实这个没有任何求证 可是我都会觉得 大家都会觉得自闭症的孩子 他们是不是有可能会有音乐天分 或其他天分 那我们就来上下音乐课这样子 然后音乐治疗就会觉得是音乐课这样 对 然后有蛮多 其实很多 那有的家长会安排他们的小朋友 音乐治疗评估的另外一个状况 也是因为他们在家里 有时候会看到他们对音乐的反应很大 很喜欢音乐 然后也喜欢一些 就是对音乐的反应会比其他还要大 所以我那时候在医院接收到的家长要求转接的理由 也跟这个有关 然后另外一种 有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附件课在八楼 那隔壁八楼是新制课 那有时候他们一般一般日间留言在上课 他们就会可能一个人过来上课 然后有的家长可能开始就会观察 有的好奇也想要试试看另外一个介入的模式的时候 他们就也会跟着过来 有的是因为这样子而过来的 老师那你刚刚提到说你在长根也接触到了一个听损儿 Case这样 然后甚至也是从这个 也是借由这个小朋友 他的Case开启了你跟听损儿 很多很多接下来的发展 是吗 是这样子吗 他不是第一个 我之前在高雄市社会局那边也有接过活动 有遇过了一对兄弟也是听损儿 后来就是到医院这一位 所以这样子接触下来 我觉得音乐对他们来讲其实是蛮好的一个刺激 然后音乐的活动对他们而言 其实并不是只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去听到音乐 有良好的听音乐的品质 或者要跟厂人一样 我觉得音乐的刺激给他们来讲 除了很多的人际互动上面 可能就是听的能力的部分 然后口语接受的部分 但是多半他们会来都是也因为小孩子 先展现他们喜欢 叫我在医院的这位小孩子 那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六岁吧 他好像是因为喜欢唱歌 所以妈妈就安排他过来 他虽然听力没那么好 可是他喜欢唱歌 觉得真的是太文心了 其实真的 然后其实我后来在新竹生会这里发现到 我们很多的听损的孩子 即使他是听损 可是他们真的超级爱唱歌 即使是成人哦 即使他们是大学生 他们真的很爱唱歌 原来有这一面 就是 对我觉得当然 我可以很理解 就是享受音乐这件事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 可是就会好奇说我们这样子的经验在听损的这个族群之中 是也雷同吗 这是应该基本上是一个疑问跟好奇吧 可是这样又要来思考一下 到底他们是在享受哪部分的音乐 是不是 就听起来就不是单纯聆听的 就是音乐活动的种种的过程是他们喜欢的 对有很多的服务对象 就是听损的服务对象 其实他们撇开他们已经有接受音乐之调 他们本身有的人就是喜欢听音乐 我常看他们戴着耳机 然后可能就是听着音乐这样 但是我觉得听音乐这个过程来讲 先天受损跟后天受损 对于聆听音乐的心理情绪上面 其实是不一样的 哦 嗯 我也是在猜想这件事情 嗯 对 所以其实我记得我之前参加演习的时候 还有网路那个YouTube现在还蛮 他们好像有放一段就是 听损他们透过音 透过电子耳术听取 起那个听觉辅具啊 听出来的音乐的品质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电子耳 他们会想要尽量做到一种 让听损者透过他们的电子耳 听觉辅具 听音乐的过程当中 尽量可以接近像常人 或者品质上面可以更好 但是你后天的 他们后天的受损的人 因为他们已经有先天音乐经验 他们后天听的一定就跟他 先天的 就是跟他当时候没有听损 的状况下是有差异的 的那个过程 有这个对 那他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就可能反而不是那么喜欢听音乐 因为有差异性 其实这文献上面也是有研究 研究上面是说有差别 对 就是先天跟后天 对对 音乐的聆听的喜好是有 就是是有差异的 对 然后其实 所以我觉得音乐治疗是会越来越大 可是音乐治疗的学术这个方面 真的是要加入更多的那个科学的证据 对 Evidence-based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像我的同事 有些人做的研究就不再只是用问卷而已 我们会用到比如说EG就是脑波 然后有些人会用到比如说运用这个测试那个stress 或荷尔蒙 就是压力荷尔蒙啊 然后用比如说是用口译啊 或是头发去这些测出来说就是有非常科学的证据 那但是你要去做这些证据你就必须要了解不同的科学 你要懂科学音乐治疗的训练的里面可能就以后我觉得会加入越来越多科学的这种概念在里面 科学就是包含比如说那个生物啊物理啊数学统计这些能力 好不好 统计是一定要的 就是因为数学好重要要做研究的 对啊这些就是如果说要把音乐治疗跟其他的比如说物理治疗知能治疗发展到同一样的等级的位置的话 那真的就是其他这些科学的技能很重要 因为我们想要证明说音乐治疗是一个evident based practice 它是一个施政的科学 然后另外一个老师还有讲到您刚刚说就是纳入科技的融合 有讲到video games吗 我这个也是完全的同意 对 不知道刚刚大家听完我们的访谈觉得怎么样 也没有听到你喜欢的来宾 或是什么是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一句话 对啊那都欢迎如果觉得哪一集非常精彩 然后给你带来很多收获的话 都欢迎跟我们分享 然后留言给我们啊 私讯给我们都可以 或者是说你把觉得最赞的那一句话 留言在我们这一集的 不管是IG还是Facebook的post上面 可以跟更多人一起分享 那在我们这一季呢 要结束之前也是在稍微跟大家工商服务一下啦 就是说我们聊音乐平台一直都有帮助学生留学咨询这样子 其实咨询的内容最主要还是说帮忙 如果你想要出国留学学习音乐治疗的学生们跟我们咨询以外 如果你在国外已经开始开始学习 那也有一些问题或是课业上面如果需要咨询的话 我们也可以就是这个学姐的身份啦 跟大家稍微呃说明啊帮忙一下那其实收费真的超级便宜就是30分钟第一次是400块然后第二次就是300块这样子就真的就是很想要帮忙大家度过一些难关 接下来下一步如果有需要准备申请文件的话呢 我们就是还有另外其他不同的收费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学生听众们如果你有需要这样的帮忙的话呢就务必请来信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那个私讯其实有点就是会有点难分配接下来的这些时间安排啊什么的 如果需要咨询的话请务必来信到我们的信箱 写一秒来信 这两年来陆续也帮了不少学生 比如说申请上在英国的学校 对 在美国有吗 反正我们都有做耶 对 英国美国还有你 还有你学校 对啊 陆续最近都听到两三个学生 有好消息有好消息 对没错 申请上学校是自己喜欢的学校 我们就是有帮忙修改resume啊 还有自传啊 就做一开始的选校嘛 然后等等这些 好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都欢迎来信 那在最后 这一季的最后 接下来我们就是休息啦 所以就会停更个几个月 好期待 我也蛮期待 好像是那种做完瑜伽之后那种大休息 对对对 很需要一个大休息 对 这个这段时间是期许啦 我们各自都可以好好的self care一下 然后也许明年吧 明年再跟大家来讲讲新的工作内容 或是我们最近生活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 虽然我们接下来会大休息 可是呢我们也已经开始在企划一些新的内容啊 还有一些新的方向 所以大家就敬请期待啦 对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好好的休息了 所以呢 这段时间大家可以把没有听过的跳过的内容补上 然后也可以帮我们这个继续分享 分享给更多需要这样子的内容 或者你觉得这个内容对它会有很多帮助的朋友们 对还有帮我们这个喜欢我们内容就是 然后帮我们按赞 那个我们的Facebook啊 还有我们的IG都订阅最终好不好 然后YouTube也可以订阅最终这样子 很期待大家的鼓励啦 我就是很少宣传自己的每次要宣传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就讲得很不顺 没关系 我们还是非常想要得到大家的支持与肯定 OK 好啦那我们就下一季见咯 好大家拜拜 拜拜 啊 一会儿 啊 养 Hee 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